大家好,我是小秦,欢迎来到国家小事频道 国家的小事,自己的大事 奥地利有一个医生,因为他公开发表不信任疫苗的言论 他说话的风格还非常的犀利 两周之后就接到了一份辞职信,要求立即执行 这种事情在发达国家也真是屡见不鲜了 不单单是奥地利,瑞典,德国,我一直有看到这样的新闻 看了那么多之后,我深深的感觉到 其实你说什么根本就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说的这些话是不是领导想听的 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绝对的真理 难道民主就是天堂,极权就是地狱吗 我们国家也有一个李文亮医生 一开始他在岗位上吹哨了 第二天,医院的领导要他显检讨 据说医院一开始是想开除他的 但是最后李文亮他并没有受到处理 也没有受到处分,也没有被雕小行医资格 事后李文亮的那个科属领导还专门跟他讲 你不要有思想包袱 在医院领导跟他谈了几天之后 当地的派出所立即给他了训诫 说他散布不实言论,就是造谣嘛 但是没过多久,经过中纪委调查后 也建议公安局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 之后李文亮一直在医院里工作 不幸软病去世,被最佳烈士称号 那我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在维基板课上查的 这个消息来源总算是正宗的吧 一年之前发生,在我们国家发生这个事情 很多人都在抨击说,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 但是我们在这个一年当中,我们自己亲眼看到 我的节目当中也报道了不少 有多少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义务人员 也是因为说了领导不想听的话而被撤职 我这么说可能容易招人骂 如果当时李文亮医生没有死 但是他至少饭碗还是保住的吧 顶多就是生殖无望了 但是在这里有多少医生是直接就丢了饭碗呢 那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奥地利这个抨击疫苗 然后被解雇的医生 他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在没有被证明他的观点是正确之前 当他的意见和领导意见不一致 就自己出来说话 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安,人心恐慌 这就是最大的罪过 这可能也是他被开除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实当时李文亮医生也是一样的情况呀 他发表声音的时候 他的观点也没有被证实 可能是对的,也可能是不对的 没有人知道呀 只是最后事实证明了李文亮医生是正确的 但是如果说当时这个病毒根本没有那么严重 也没有造成大面积传染 大家还会觉得李文亮遭受的是不公平的待遇吗 其实现在反过来看一看也还好嘛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奥地利这个反对疫苗的医生 那万一他说的是真的,万一两三年之后 疫苗出现了大面积不可知的问题呢 那现在的这个奥地利的医生 是不是就是当年的李文亮医生 我觉得清华也可以给他盖一座楼 用这个医生的名字命名 那说到这里肯定有人会说我是小粉红啊 不就是想用西方做的不好的事情来洗白我们自己吗 你要是这么想我也不反对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假设西方做的是对的 你的基础和预判是西方的做法是正确的做法 所以不符合西方做法的就是错误的 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和我们做了一样的事情 所以你觉得会被打脸了会被羞辱了 但是事实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去考虑 既然大家在不同的环境下 大家做出的决策都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可以证明这种做法可能就是对的呢 因为恐慌或者害怕就是一种人性 股票市场一旦恐慌就是剧烈下跌 人民一个恐慌 超市里的卫生纸就脱销 日用食品就抢光 所以要让一个社会的情绪保持稳定啊 就是统治者必须要做的 这在西方一样的呀 他们对于引起社会恐慌的消息是非常反感的 那对于遏制恐慌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不告诉你 你不知道你就不怕了 另外一种是通通告诉你 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假设说你现在突然间被炒鱿鱼了 没工作了 那你是选择告诉你的家人呢 还是选择不说呢 那我相信两种选择一定都会有人做的 这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对错 说或者不说 完全是按照你当时家里的富裕程度 未来你找到一份新工作的能力 配偶或者小孩的承受能力 甚至取决于配偶当天的心情来综合决定的 要是你老婆当时发脾气 你可能就不要雪上加霜了 你过两天再跟她说 哪里可能存在一种唯一正确的方法呢 新的时候我自己见识上 只看得到别人的好 而且还把这种好当做是事情的全部 觉得别人不去说 是别人懦弱 现在才知道 只不过是因为别人比我看得全面 也不知道当时是谁给我的自信 就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接下来还是说一个和我们密切相关的社会新闻吧 话说一个75岁的退休男性 由于她常常招募同一个妓女 结果被涮及了 这一次正当这两个人在颠软捣缝之时 这个妓女让第三方进门抢劫 或打伤了这个退休人员 抢走了现金和值钱的东西 总共的损失达到五位数的欧元 那也有十几百人民币了 我估计这个退休人员还是挺有钱的 所以被这个妓女盯上了 那这个新闻告诉我们什么呢 是告诉我们不要找妓女呢 还是告诉我们不要老是盯着一个妓女上呢 还是要告诉我们要关注老年人的性生活质量呢 还是要告诉我们抢劫的手法呢 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是小琴 尽量每天为大家讲解几条欧洲的新闻 那些上不老头条 却关乎我们幸福生活的国家小事 如果你喜欢 请点击订阅 并点击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有想法或者意见 请留言 另外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也许在翻译的过程中 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 希望大家指教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